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這場議程 首先提醒各位會眾 我們每一場議程都有HackMD筆記 以及Slido的連結 你可以從YouTube的聊天室 或是Gather的議程互動物件找到連結 並請大家多加利用 接下來的主題是WeatherPi 一個用Raspberry Pi和Python的微型氣象站專案 由SoSorry主講 如果你是在GatherTown參與這場議程 請你將麥克風關閉,謝謝 那麼現在請大家和我一起歡迎我們的講者 Hello,大家好 我是台灣書名派的SoSorry 很高興今天來到PyCon台灣 然後2021,今天是全線上的 然後我今天想要分享一個主題 這個WeatherPi,我們現在正在用的 正在做的一個專案 它是一個Raspberry Pi跟Python 一起做的一個微型氣象站專案這樣子 那,這是投影片的授權CC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那我們是Raspberry Pi的官方經銷商 然後我們主要在,除了銷售之外 我們有專注在Raspberry Pi的英文推廣這樣 然後辦一些社群活動這樣 不過最近還蠻久沒辦的 然後11月應該會有 就是11月應該會辦 11月會辦這樣子 應該10月底啦 10月底就會辦 那個社群聚會這樣子 因為疫情現在有稍微趨緩 然後我們這個針對這個Raspberry Pi 我們有設計了蠻多的相關的一些套件跟一些課程這樣子 OK好,那我們就講一下 我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題 大綱這樣子 那,第一次講氣象檢測 然後再講專案在幹嘛 然後再來是一些流程這樣子 再來最重要就是 我如果這個拍啊 就之前我們很多時候是在 大家很多時候拿那個樹莓拍 來做展示、測試等等 但如果真的,你真的要放在戶外 真實世界 就是長期使用 那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那我們也分享一下 遇到一些情形這樣 好,就是結語 好,那市長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專案 那因為市長啦 台灣以農曆國啊 台灣產毒啊 水稻啊 糖啊 茶 水果等等的各種 各種農產品這樣 那問題就是這樣吧 因為大家靠天吃飯 對,比如說 稻米 生長期 大概反正從 開始 所以台灣大概二至三座 你可以發現啊 那整年啊 大概真的能做的 其實時間有限 因為又有這個寒海啊 可能又有霉雨啊 可能又有颱風等等的 對,那我們要怎麼樣啊 去避免這些事情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 根據這些不同的氣象啊 那我們做一些因應的措施 那我這時候講的 我們應該就是 農民啊 就是 農民要怎麼樣根據這些氣象啊 做一些因應的措施呢 那當然就要靠一些 這個天氣的資訊嘛 對不對 那可惜的是這樣子啊 那目前這個 政府做了 氣象戰 大概有400 400多的站點這樣 400多的站點 全國 在全國 那 怎麼辦呢 所以 關鍵就是這樣 所以你只要懂天氣 天氣就會幫你 好,那我們先了解一下 到底 天氣資訊是 就是你如果要開始 做這個事情的話 當然你要收集哪些資訊 到底哪些資訊是對 這個農民是否幫助的 那初期大概會是這樣子 應該會收集的 大概會這些東西 比如說 因為需要收集溫度 那溫度可能要記錄 可能要一直持續記錄 所以知道說 這個日平均是多少 每天的最低溫 最高的是多少 再來是 現在的這個風速跟風向 比如說 每日的 這個最大10分鐘風速 還有最大的順時風速 那最大順時風速就是10分鐘之間的風速這樣 再來是風向 比如說現在吹什麼西南風啊 什麼東北風 東北季風等等 你要知道風向是怎麼樣 那可能也對你這個種子是有幫助的 再來是雨量 那雨量的話就要注意日雨量啊 或者說前1分鐘前10分鐘的各種資訊 再來很重要是日照 日照的強度跟時速都會影響那個農作的生長 再來是相對濕度 還有氣壓 氣壓的話就是你所在的位置等等的 那所以說我們如果說做成一個這個儀表板 大家會看到類似這樣的資訊 就是有溫度啊 有濕度啊 還有一些比如說一些 這個氣壓等等的風速風向這樣子 那 其實這個專案像這種做這種 氣象戰其實之前已經蠻多 相關的專案了 那比如說有個類似的 一點點類似 就比如說Lars 空氣的專案 蠻早以前的一個專案 201415年開始 那這個專案主要 在測量那個 空氣品質這樣子 但是他這個專案 他主要就是 也側依在這種 氣象資訊 應該就空氣品質這樣 那他比較一個很好的東西是 視覺化 就是他這個 大家收集資料之後 把資料打到那個 雲平台 然後大家再把這個資訊 後面再有人做視覺化這樣 這個專案是不錯的 那更有的更 直接有關的專案是這個 阿龜維氣候天點通 那所謂的阿龜 就是農業的意思啊 對然後 阿龜維氣候這樣 那那個 這專案就是 他們也是 也是一些人 一開始就想說 也是以幫助農民為 為為開始 然後他們就是 也有做開源專案 然後有成立公司 然後就是 去做很多的資訊 收集 分析這樣 那他們計算做的 算是一個 就是新團隊 做的還蠻 仔細的 比如說他們從 這個資料收集開始 然後大概是 傳輸 傳輸完之後 都分析 儀表板 視覺化 再來是 比如說後面的一些 記憶學系等等 他們都有做 雖然做的是 對因為是公司 所以他們做得很完整 但是 目前跟我們 我覺得是做一個 蠻好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公司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都已經有人在做了 那為什麼我們還是要做這些事情呢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做一些 都是拿順利派做一些 相關的專案 比如說我們做一些 報告系統 比如說我們做一些 相機 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做小車 比如說我們做一些自走車 或是做一些 這個 跟LORA 無線傳輸有關的一些 專案或是一些 一些展示這樣子 那這個專案是 這種 這種 就是 也是IoT的專案 然後就是有 Sensor 有這個傳輸 有資料收集 分析等等的 那最主要 這個專案 是我們希望能 真的能 在長時間跑的 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專案 其實是有一個原因是 就是那時候我們 在 今年年初的時候 跟 我們有個課程 就熱向你的課程 然後有個 後來大學老師 他就 想要把這個 這個東西拿去推廣 這樣 我們想說這個蠻有趣的 我們就 試做一下 這樣 原來是要跟他合作 那 所以我們就把他取名叫 威德派 這個威德派的專案 其實就在 這個 主要就是 第四孫瑞水派做 然後在拍攝 那我們希望說他能 長時間的 測量 長時間很重要 能長時間的測量 各種天氣資訊 包括溫濕度 風速風向雨量 光照度等等的 這樣我們希望能 達成這樣的 功能這樣子 那 大家來講一下 瑞水派是什麼 那反正就是 瑞水派就是 一台信用卡翻大小的電腦 那已經很多人 都已經在使用 那一開始是 劍橋大學的幾個老師 把它做成一個教具這樣 那瑞水派已經出了很多袋這樣 那現在最新的是 牌子這樣 那牌子除了這牌子之外 那還有一個很 這個每一個版本 其實他的 這個 他的performance都不一樣 那他價格 而且這個 這個功耗等等都不太一樣 這樣我們後面會再講 那 這個專案 威德派大概會需要什麼東西呢 大概會需要 兩類 第一個就是 你會需要 一個 微星氣 一個氣象站的蒐集資訊 測風速風向雨量 這樣 那再來是你會需要 因為長時間使用嘛 所以你會需要一個太陽能板 需要防水盒 樹莓派 再來是你需要 一些 一些比如說 你的地理資訊 所以你會需要有GPS 這個Sensor 再來是你需要 把這個 資訊給傳輸出去 所以你會用LOLA模組 應該說我們用LOLA模組做傳輸 那再來是你要去 監控一些 功耗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IMA219 的一個 電流模組 去即時監控現在 他的一個 供電的狀況 或是他這個太陽能進來的 一個一個輸入的狀況 充電的狀況 那整個專案架構 就是整個軟硬體的 專案架構概念大概長這個樣子 左邊的部分大概就是 就是 放在農田段 果園等等的 那就是 一個 氣象站 上面有太陽能板 這樣 然後是用ZERO 那 他要把這個資訊 透過LOLA 這個打出去 打到給這個 我們會有個 這個雜道器 Gateway Gateway可能用數碼來做的 那上面就可以把這個資訊來記錄起來 比如說透過SQL Lite 記錄起來 那可以 比如說 在上面跑個 Dash 的這樣 一個Application 就可以在上面顯示 即時顯示 這個 這個 終端 就是這個 某一個農 農田果園的一個資訊 然後我們再透過NQT 把它上傳到 這個AWS SERVER這樣子 雲端 然後 之後就可以做一些視覺化 就可以透過網頁去 比如說透過一個 開個Google Map 去看 現在有哪些地方有這樣的 各個地方有哪些 氣象資訊都可以收集起來 還有一些視覺化等等的 整體的專案架構 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開始講一下這個 這個氣象資訊到底怎麼去 收集 那其實就剛剛講的 我們需要靠一個微型氣象站 那微型氣象站大概會有幾個 幾個 這個硬體 第一是 它會有一個測量風向的 測量風向的 一個 風向的增 再一個測量風速 一個 一個 一個設備 再測量雨量 還有一個溫濕度的一個 設備這樣子 那整個測量原理大概是 因為是國中理化 所以我們大概很快的講一下 風速 風速測量其實它上面有三個 三個 三個風速杯 風速杯裡面其實就是一個 電磁閥 下面的電磁閥 電磁閥 怎麼根據電磁閥去計算 風速 其實它轉 旋轉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電磁 電磁開關 所以說每次旋轉它就被觸發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 每秒 就是多久被觸發一次 這樣子 那根據多久被觸發一次 你就可以去計算說 這個距離出於時間 就知道那個速度 我們就可以 根據這個被觸發的次數 然後我們就回推 風速 那這個如果是風向的話 我們下面其實那個 那個有個 剛剛有風向的一個指針 它下面其實 也是電磁開關 它下面有很多串 很多這個 電阻值 電阻這樣子 那就可以根據這個 分壓電路 去回推現在 那個風向那個針 是 就是你可以 知道它現在的阻值 你就知道它現在所在的方向 這樣子 那這是風向測量原理 那如果是雨量的測量的話 就是 它下面其實是一個 水杯 它有一個水杯 這個水杯的話就是 如果雨量一直下下下下 那它就會 達到一定的 一定的0.2 0.28 它那個 mine meter的時候 它就會 傾倒 傾倒的話 就觸發 開關 就是傾倒的觸發開關 所以你可以根據 它傾倒的次數 你就知道它現在的 雨量是多少 這樣子 那 再來就是 假設你有這些資訊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透過一個 這個 Python的一個 Dash的一個 模組 去做一個整合的攝影標板 這樣 那Dash的影標板很好 就是它透過 它裡面其實就是 整合 Protect JSR React JSR 還有Fasc 這樣子 那其實很方便 它可以快速 建立高互動性的一個 圖表跟儀表板 那對於我這個 前端不是那麼熟悉 我覺得也可以 很開心的去畫 各種的一些 互動式的一些元件 這樣 然後再次有一些 表格就可以很容易 在那個 Web上面去顯示 這樣 那當你這邊資訊收集完了之後 那 你的這個在 這個 Edge端 就是在中段的部分 收集好之後 你就該需要把這個資訊送出去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考慮說 到底有哪些 無線的技術我們可以用 比如說 農業監控 你可能在一個戶外 那可能沒水沒電 可能會下雨 那這樣的話 你要用什麼把資料傳進去 比如說Wi-Fi嗎 藍牙嗎 可能不是吧 那比如說 這位電表 你這個電表可能在 你家的頂樓 或者在你家 這個地下室 那他要怎麼把這個資訊給傳送出去 這樣子 或說有些 寵物追蹤的狗到處跑來跑去 那你要怎麼把這個GPS的資料 在這個 這個大樓 或者在一個城市 這個記錄起來 這樣子 你要怎麼去 知道 你怎麼要透過哪一種無線傳輸的 方式才把這個 才能把這個 這個資訊打出去 你就要去選擇 這樣 那其實 大部分在考量的時候 大概就是速度跟距離的考量 如果說資料傳的速度越快 那 就是頻寬越大 那可能距離可能就越 通常會比較短 這樣 那 如果 頻寬大 距離 又遠的話 可能就 功耗就很大 這樣 所以有時候他就是 幾個向線 就是 速度跟距離的一個向線 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的這個目標啊 大概就是因為可能在農田在果園 他可能迷水迷電 所以說 我們希望 這個 A級端的設備 他可以 傳輸很遠 可能幾公里這樣子 那 你可能會需要使用一個叫 LP位 這樣的一個 技術架構 那不同技術架構 就是剛剛講 前面就是有些是速度也是距離 這樣子 不同的考量 然後再來是 價格 再來是他的 功耗 功耗也是很 需要考慮的 除了速度 距離 功耗也是一個 很需要考慮的事情 那剛剛講那個 LP位就是在這個 情境上非常適合 那他就是 裡面有很多 這個 低功耗的 網域網路 就很適合在這種場景上 那這個整個 這個LP位裡面 有個叫 Laura Laura的 一個 傳輸的 這個 實體的 實體的 一個技術 技術 那Laura他大概在實體層的調遍 如果從歐小七層來看 他是在實體層的部分 這樣子 那 他 主要是在實體層的調遍 這樣子 你可以注意到 他可以支援多個頻段 433 比如說 433 中國 868 歐洲 995 那就是 台灣在使用的頻段 這樣 那最重要是他的 功耗非常的低 他可以傳很遠 比如說他可以傳 500公尺到 15公里 那麼實測大概有到 5公里這樣子 那他的 這個功耗有多低呢 他在RX 他就是收資料的時候 他大概10個 mAh左右 在TX的時候可能在20到30mAh 那TX的時候 所以TX就是傳送的時候 可能也許在 5秒鐘之內可以傳送完畢 就是看你有幾個byte 這樣子 所以他的 功耗是非常 使用功耗是非常低的 很適合我們這個場景 那我們剛剛講說這個 Laura因為適合長距的傳輸 我們 使用他曾經有測路到5公里 那用別的 這個別的模組可以到10到15公里以上 所以我們使用Laura當作 這個 終端節點 把資料傳送到這個 雜道器的這一段這樣子 好 那大概概念是 就是 專案的概念 硬體是這樣子 使用硬體是這樣子 那選用的一些原因 但是其實 我們真的把他放在戶外之後 你會發現 剛剛講的 這個挑戰 很多很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 網路其實 已經 跟你無關了 因為其實你是 我們是透過Laura 所以說 我們 不考慮網路的事情 這樣子 因為 資料會從 這個 透過Laura傳輸過 還可以傳輸去 大概5公里 左右 5到15公里 所以其實很遠 那我們還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其實最大問題應該就是 用電 用電這樣子 就是 在戶外你可能沒有辦法拉電 沒有網路沒有電 那 你要怎麼樣真的長時間使用 那重點就是 你的供電要夠 就是簡單輸入要大於輸出 輸入要大於輸出 所謂輸入就是 你的 太陽能板要夠大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 有足夠的 電的充電來源 再來是 你要儲存 儲存 所以電池要大 再來是你用的板子 功耗要小 那比如說 那你要怎麼做到這個事情 那當然是你要 然後這剛剛是概念嘛 那你一定要先去 偵測先觀察 那我們用那個 所以我們用IN219 這個Sensor 去測量 那這個Sensor原理 反正就是分壓電路 你就可以去計算 去測量 直流 電流跟 電壓差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他的 左邊就是這個Sensor 左邊就是 電源 電源可能來自於電池 或是來自於太陽能板 然後你會接個負載 然後 接到這個東西 接到這個 IN219 然後 他就可以 去 讀到說 負載之間 就兩端的 這個 電流的差 電壓的差值 還有電流 電流 那再透過這個 I2C 接到數能排 所以你就可以去量測 你的負載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就要去監控 兩部分 第一次 太陽能板的部分 第二次 充電的部分 那這個記得這個也很重要是一定要分開測量 因為如果說你要同時測量 那個數值是 會不正確的 所以我們 太陽能板的 偵測 就是監控是要 獨立去做 太陽能板 去看他的充電狀況 充電電池 去偵測他的充電狀況 你就去計算到底適不適合 再來就是你要討論一下 怎麼樣省電 省電的話 需要注意 第一次你要選擇 適合型號的拍 然後再次比如說你可以安裝 比較 Always Light Always Light就是什麼 上面什麼都沒有裝 再來是你也可以降頻 對 我們一般知道超頻之外 你還在數據拍上面可以降頻 你可以把CPU記憶體 GPU都降頻 讓他的功耗變小 再來是你的周邊可以關掉 比如說上面LED燈 可以關掉 WiFi可以關掉 比如說上面HDMI顯示可以關掉 各種周邊 只要每個關掉少個幾個mini安培 你這個整個下來就少很多 這樣 再來是程式的部分 程式的部分就是 你要安裝必要程式 一開始啟動的時候 哪些服務必要 就先把關閉 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你在收資料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接直接的電源 所以說你必須要 這個執行的時候 非常的 頻率要很低 你原來可能一秒鐘執行一次 但是在上面真的執行的時候 可能要一分鐘執行一次 像這麼低 才有辦法讓它這個功耗降低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整個 Racer Fire的系列 功耗其實差很多 你可以看到左邊的部分 Pi0 Zero W大概是 100個 150 mini安培左右 但如果到拍攝的話 這個功耗大概就是800個 所以大概是5倍的大小 但是5倍大小 所以說這個整個 計算就是差很多 使用起來就差很多 但是我們花很多時間在 在這個 選擇到底要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設備才會 能真的在外面跑 那比如說我們看網站有寫一個 號稱可以在戶外使用的設備 你可以看到它很小 它跟牌上面有裝個 小的太陽能板 它實際上 它的太陽能板大概是 1.25瓦而已 那它的充電 電池只有 6V而已 那 其實那個完全不能用 為什麼我們知道完全不能用 因為我們一開始買的大概是這個大小 這個太陽能板大概是10瓦 這樣子 10瓦的大小 你可以看到牌的 牌 跟10瓦的 太陽能板 比例大概以上 那它用的電池 大概是3.7V 所以我們實測 把這電池充滿 然後 拍接上去 大概 可以用 4到6小時 就沒電了 就沒電了 所以等於說 你 很開心的把電池充到 可能晚上 六七點 電池充飽了 就會 晚上12點就沒電 所以不行 所以說怎麼辦呢 所以你就要很認真的開始計算 到底我們要怎麼使用這些東西 比如說 我們一開始用拍式 你就發現用拍式 哇這個電流打得不得了 這個電流算起來 5V 乘以800 乘以 800mAh 乘以24小時 一天大概是96瓦左右 96瓦 就很高 再一次 如果用拍Zero 就差很多 拍Zero 才120mAh 所以整個 這個電 功率是非常 小非常多 如果說我們用50瓦的太陽能板 你就發現 其實是 用50瓦的太陽能板的話 它可以供應Zero 但是它沒辦法供應拍式 所以你就要選擇適合的 太陽能板 我們最後選擇一個 大概是 因為 太陽能板雖然號稱50瓦 但是它 有個 逆變電 逆變 所以說 它大概實際輸出功率大概在90%左右 然後又要考慮它 太陽的 日照 日照問題 所以它實際上輸出大概是 40%到90%之間 所以 50瓦輸出大概能走20瓦 20瓦上下 到13-40瓦 所以其實不是很大 那我們最後選用大概是50瓦 因為我們也有用100瓦 但100瓦大概太重 太大 所以我們用50瓦算是 就差不多可以 但是我們剛剛講 除了這個 拍的 選擇 功耗的計算 太陽能板的 計算之外 再次選擇 電池 因為要儲備 夠大的電量 電池 儲備的電容量 夠大 才有辦法在 即使沒有輸入 沒有太陽能進來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 顯示 還是可以讓它 拍能使用 那我們後來選的是 機車 電池 12伏 這種 千酸電池 因為它很好取得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千酸電池 是8.4AH 8.4AH 反正電容量 算起來 大概就是 8.4除以 20 6 6 算起來 你就可以發現 8.4AH 20HR 的話 它可以用120mAh 大概可以用 70小時 所以簡單說 如果說用Zero的話 拍Zero 它的功耗是120mAh 你就可以用這個電池 充滿電 可以讓PiZero 用3到4天 可以讓它持續使用 這樣子 所以我們選了這個電池 所以最後大概長這個樣子 剛剛前面那個是 參考用 最後 真的能放在戶外 長時間使用 大概 太陽能板大概這麼大 然後上面有個小小綠綠的 它就是 PiZero 因為它功耗才會小 下面就是我們用的 這個12V的電池 右邊是 右邊是那個氣象站 然後再來是很重要 還有一個很重要 因為剛剛講 比如你要讀這些sensor的資料 我們可能 sensor資料有 風向 風速 雨量等等 那 我們用觸發方式來做 其實用觸發方式 你如果接很多sensor 其實 變成你一直站腳位 而且 變成你要一直去 監控 其實還蠻麻煩的 所以說有個 轉板叫 APIS 轉接板 那這個轉接板 它上面 已經 可以 擴充多個模組 那你只要透過一個 UART 的方式 去讀取它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資訊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轉接板來去接到 氣象站 那它有它自己的通訊協定 大概通訊協定 它沒0.5秒 大概會有80個byte 所以說我們只要 去 偵測 每次去 透過UART 去讀到這個 去讀它的輸出之後 它可以看到它的輸出是 英文加數字 那如果說 每次讀到80個byte 表示你已經得到一個完整的資訊 這樣子 那這個輸出有風速風向 等等的各種資訊都可以讀到 那為什麼會講這個呢 那因為其實 在這一次這個專案我們就發現其實 哪些音題要選哪些要怎麼選 那剛剛前面有介紹 再次 Python套件要怎麼選呢 那 就是這邊就會有一些介紹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剛剛前面講 用Dash很方便 Dash可以讓我們有很快的視覺化 但是Dash要用在哪裡 是在Zero上面嗎 當然不是 Zero上面 非常好點 所以到底要用Dash 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 如果說你在網頁開發 你常常跟SERVER 收資料 大概是用Racebook API HTTP的Request 去搜 但是其實在外面 其實我們在現實世界上 你可能是用NQTT NQTT 功耗比較小 但是 剛剛前面講GPL 到底我們要用GPL去讀 還是怎麼樣 但是 你是不是用 哪一個套件比較好 比如說PySerial PySerial是負責讀 序列部的一個套件 Python套件 用這個套件好嗎 那其實有另外一個套件 PyGPLD 那這些有不同的 用這些 這些 都是不同的選擇 就是用哪一個套件 都是不同的選擇 那到底 比較適合答案是這樣子 我們最後 就是實際上在上面使用的時候 我們在Demo的時候 用Dash 就是去顯示 但是實際上最後 在中端的跑的時候 不會跑這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一跑 馬上功耗就跑起來了 可能原來跑起來 可能是 200mAh 可是你一跑一個Dash 馬上就變成280mAh 多80就多40% 其實多很多 在我們如果說我們 在生日世界上面的話 接一個電池 你希望 長時間使用 就必須上面 能跑的 層次越少越好 尤其這種Dash 比較肥的 但是用NQTT 可以降低整個網路的使用 使用量更多好 等等的 用PiSerial的話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講那個 風速風量 雨量那些都用觸發 觸發的話 我們要有個counter去計算 那 你就說不小心 它可能會 觸發錯之後 可能會有些 計算錯誤 所以我們 用PiSerial會比較好 再來是 用PiSerial 用PiSerial這個套件 不如用PiGPLD 因為PiSerial 只能 讀 這個 樹莓派上面那個 屍體的 UART 這樣 你如果用PiGPLD 你就可以把那個上面的 樹莓派上面的 GPL 多組 任意的 當作 任意的GPL 當作是 UART 用 所以你就可以 同時接好幾個 這個用 UART設備 比如GPS APS 等等的 就可以多 接很多 所以我們最後 都是 選擇 這些套件 或是不選擇這些套件 原因就是這些 那 其實 做到這邊 我發現還要蠻多 可以做的 因為我們有參考 阿貴 危機 阿貴 危機 天天痛 他們搜很多更多資料 比如他們 除了 光照度之外 他們搜 輻射量 紫外線 等等 但是比如他們搜 土壤 我們這次沒有搜 比如EC 導電度 PH 等等 但是你跟一些 作物有關的 那可能也會 需要搜 才會 這個 最後才會有 實際上更有幫助 那我們希望 我們這個做穩定之後 我們能希望 更具不同的 不同的 場景 我們可能加上不同的 Sensor 去搜更多資料 這樣子 那除了這之外 其實 這個APIS 這個系統 其實在網路上已經有一個 國外有一些 已經 做得很好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地圖上面有上面的密碼 密碼的 點 密碼的圖 都是 APIS 上傳到 這個 Sensor 所以說每個鐵 你就可以知道當地的一些溫濕度 風速風量 雨量 等等 這樣的一個 一個資訊 那我們希望 這個東西 最後我們也可以 自己 接接到他們的APIS 或是我們自己有個 自己的雲端系統 是可以 用裝顯示 這樣 那再來是我們 也是希望未來可以作業 這個視覺化 視覺化就是我們比較弱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 有一些 除了這些 很好看的圖 有更多好看的圖 不同的圖 再來是你要怎麼去做 預測 那預測的話可以對這個 農民可能 有更多 更多建議 才能讓他有更好的事情 讓我們更方便 這是我們專案後後續還會希望能做得到的部分 那 開發這個東西要測量很多 東西嘛 開發過程大概長這個樣子 謝謝雷格幫我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分享的一個專案 這樣就我們作威勒派一個專案 因為這個 線上 實體的東西大概長這個樣子 實體的東西大概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 我們的威勒派 這是 風向 這是風速 那後面這個就是 50瓦的太陽能板 後面就是50瓦的太陽能板 大概就這麼大 然後這個Zero Zero是大概這麼小 就是說 大概這樣 實際上大概是 Zero Zero的大小 配合50瓦的太陽能板 可以供電三天 再配合一個大的電池 電池大概長這個樣子 這是電池 這樣 電池配合這個 大概就可以三天四天 可以 不用 就是 可以 充滿電可以用三天四天 這樣 那實際上我們這個做demo大概只能 撐四個小時 撐四個小時 OK 好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